今年中部百货中年庆弥漫浓厚的童趣卡通味 日本三地欧旗下的疗愈系插画家山田狮子 今年首次与台湾百货业合作 在10月27到11月13号 丰园太平洋百货中年庆期间 推出经典插画作品 八旗小蜜蜂为主题的托特包、纸伞 以及大鱼巾三种凯尤里限量赠送 独家大红底色搭配花束 呈现出喜气 又以八旗大鱼巾最让贵姐期待 兴奋地一起帮忙宣传 除此之外还设置快闪柜位 同步贩卖四款周边商品 像是小蜜蜂日记盒 除了主角蜜蜂之外 大范围的结肯花让人感到心神安定 搭配密码锁不怕钥匙医师 这虽然是存钱筒但方形的造型 也很适合收纳信件、法式等各种小物 一样由密码锁设计 再来是四种图样的LED小夜灯 以及迷你茶杯 而四款周边商品中 小蜜蜂日记盒、存钱筒及小夜灯 目前都只有在台湾买得到 新品报道的还有这个 台中大圆百面包超人贵位 也新推出面包超人鞋款 有运动鞋、羽鞋、立体脸型拖鞋及靴子 花色也叫以往缤纷 万圣节小朋友想装扮一番 也可以穿上面包超人卡通衣 自然吸引目光 飞天小女警是许多女孩的最爱 大鲁阁新时代购物中心的玩具反斗城 也在周年庆期间推出新款点头娃娃及组合玩具屋 而随着韩国卡通旋风骑士在台湾播出 其五款人物玩具也成为近一个月 询问度最高的商品